臺灣的水平 當地時間8月7日晚 四川省達州市通州區大部分鄉鎮 出現持續暴雨、雷電和大風天氣 引發嚴重洪水災情 由網絡社群已曝光的短片可以看到 一些地勢較低的民居已被洪水淹沒 城市內亦發生嚴重水浸情況 街道兩邊停放的車輛被水浸 原街店鋪的門面亦被水浸了一半 網友一邊拍攝短片一邊驚嘯 老街都完全浸了 達州市渠縣氣象台8日9時52分 曾發出暴雨紅色預警 預告未來3小時內 岩峰、大二、李福、 巨光土溪等鄉鎮及周邊地區的降雨量 將達到100毫米以上 而據該氣象台通報 8日上午8至9時 該縣總共11個地點雨量超過20毫米 其中萬壽青屍達到732毫米 三板達到470毫米 萬壽417毫米 目前達州市已有多列火車和航班 因發生暴雨和水災被迫停駛